明星期三上架的Share We Talk 請來陳曼娜聊天 她最近在豪門劇家族榮耀裏當家的大奶奶 她亦是十月初五的月光裏 觀眾津津樂道的霸道女人曼朱沙華 現實中她是圈中小婦婆 曾經說過買樓只有賺沒虧過 我們會問她投資心得 近年她已經半退休 有空就和朋友相聚和陪孫女 是甚麼吸引她接拍家族榮耀呢 第一 薪酬 薪酬很高 因為去國內拍 還有她裏面的卡士有很多人 很多很出色的演員 在美國 澳洲 馬來西亞 加拿大 很多地方的人都追著看 差不多看到三十集大結局 我其實已經半退休了 因為我不能捱 我不可以這麼辛苦 你叫我24小時工作不可能的事 以前在TVB日夜日夜 不是我做的事 真的應該是年輕人去做的 因為身體是比甚麼任何事都重要 所以尤其我可以選戲 我就去選戲 變成好戲 好的角色 我就接 我可以剩下時間去享受人生 還有我可以和我的孫女一起 我是很珍惜我現在的時間 以前經常被安排她演喬斯鄧督的角色 其實在劇以外有沒有影響到你 不認識的人 不會覺得你是這種人 但認識我的人 或者剛剛認識我 他經常見我坐在那裡 為甚麼你沒有演戲那麼活躍的表情 或者這樣的表現 我說那個是我演戲 我說你放一個鏡頭在那裡 我就會做 其實我本身不是那麼多話說 我熟人就會說多些 我是很喜歡別人說話給我聽 我其實都是一個被動的人 不是說我戲裏面很主動 常常去引誘人 或者去罵別人 出去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你很奸惡 影響了你 會的 會的 有些人第一次見我 為甚麼你都不像演戲那些 我覺得你很兇 他說我都很歉的 那有沒有惹留一些狂風浪蝶 狂風浪蝶 經常都有 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這些 人物或者環境都有 雖然我年紀這麼大 但是幸好我個人 我已經心中有主 我的主就是耶穌 所以我是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引誘到的 沒有那些真愛你想追求的 可能我是一個婚姻失敗者 我不是很相信這件事 還有一朝被射咬 我是不敢去追求 我也不想去追求 因為我不想去掛著一個人 我覺得很辛苦 牽長跨道 還有他又掛著我 有時候我要做事 我很怕別人經常去 你在哪裏 歌種大家 一種很束縛 我是很享受 現在自由自在的生活 還有我已經有下一代 兩頓都可以自己 可以負擔得起 我就不會去爭取 他去找一個人陪你 是令到你自己很大壓力 始終我都結過婚 試過 我是不會有渴望 陳曼娜七十年代結婚 老公是圈外人 她生了一仔女之後離婚 多年來一直單身 她很少說以前婚姻的事 你說一朝被射咬 那個傷害很深 是啊 當你結婚的時候 你是很夢想 你身邊的人是永遠在一起的 還有希望是一個白馬王子 但當你結婚之後 很多事情是不同了 很多事情的環境 令到你會改變的人 現在年紀大了 經歷了這麼多 我人生走了這麼多路 我覺得其實不一定要結婚 如果你一個人生活 你會更加開心些 我有一個好朋友 大青明 就經常在朋友面前說 說Mena最大的成就 就是有一對好的子女 事實我真的很感恩 我是有一對很聽話的子女 和很孝順的子女 他們可能是單身 所以他們很勤力讀書 我帶的兒子 就是史丹福 UCLA 哈佛出來的移植心臟醫生 我女兒就是耶魯大學的牙醫 她是博士牙醫 他們現在都有他們獨特的 自己可以拿筆的工作 我是不要擔心 而且她很疼我的媽媽 所以我很欣慰 最開心的就是 她們都生了一個女 變成我有兩個孫女 所以現在 我開心的就是 我現在可以自由自在 還有我可以有孫女 這個是用錢都買不到的 這首歌 她哄到你會很開心 很開心 很多做父母都想問你 怎樣可以教到兒子 也是精英學生 女兒也是精英學生 她們小時候你怎樣教她們 你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問 大姐明他先生很厲害 那些口才 他說就是他沒有教 如果我真的教他 可能變成飛仔 因為我不懂教一首歌 我覺得他們是靠他們很自律 還有很生性 尤其我兒子 他就說我讀書 我一定要給自己一個標準 我一定要100分 他說我讀不懂 我再讀 我讀很多次很多次 我一定要認識 陳曼娜其中最多人有興趣的是 她在磚頭方面投資有道 自住有360度無敵海景的豪宅 也都擁有不少物業收租 我沒有什麼秘訣 不過這幾年我就沒有買樓 我通常買樓都是環境很差 我以前買都是金融風暴 或者有什麼沙士 就是最慘的時候去買 樓價便宜 但這幾年沒有買 因為樓價很高 還有我以前 都買了很多 有些樓是貨收租 我覺得也不要那麼貪心 因為帶不走 有就夠了 變成我後半生的 我自己都可以照顧自己 我已經是很滿足 有一句說話 在外面也傳說 你買樓只是賺沒有試過虧 這是怎樣做到的 我是一個 我不是炒樓 我是燉樓 我很喜歡買樓回來 很多人轉手賺了錢 賣出去 我是擺在那裡 我是擺在那裡收租 我是很少部分 若干年我賣出去 但多數我都擺到現在 一直租給別人 所以樓價 在以前買下 到現在是升了很多倍 那種 因為我沒有馬上賣 馬上放出去 或者賺一些錢 或者是虧本地想出去 我是沒有交易 變成我每一個投資 這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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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升值是很多 我真的沒有虧過錢 因為我不是短炒 陳曼娜今天享受安定的半退休生活 她十幾歲入行 那時是七十年代初 她由粵語片公司讀訓練班開始 亦都參加過選美 之後分別在麗的、無線 和HKTV工作過 我小時候發明星夢 我考入這間領綱的訓練班 那時候我都是 有片場實習 做一些非雷系 同學 然後我就選香港玉女 香港玉女 我是外人 我是很僥倖 而且真的很幸運 我入到第三名 因為第一、第二名那些 第四、第五 全部都是邵氏公司的演員 他們要捧回他們自己的演員 跟著我就去 呂琦公司叫我和他們拍戲 但當時我還很小 就不能擔心 我當時做陳寶珠的同學 但當到我可以稍微 可以大過了 但雨的片是適微 所以我都不是這麼幸運 差不多七十年代 接近 那時候選美 當然沒有現在這麼多獎金 還有單純一些 我當時參加那些 沒有什麼特別說要隆重晚禮服 不過都是要自備去的 其實都是給我自己一個學習 當時我小時候什麼都不懂 去看看 學一下人生經驗 但都沒有想到得獎 是我們領剛公司有一個製片 他很疼我 他說你去試試考 他就去玩一下 我就試試 都很僥倖 需要穿泳衣嗎 要穿泳衣 但我們的泳衣很保守 因為當時你都很漂亮 也挺性感 當時挺漂亮 當時年輕 青春迫人 青春永遠是最好的 青春什麼都賣不回來 陳曼娜加入麗的之後走紅 曾經是麗的當家花彈 然後才加入無線 在經典的十月初五的月光裡 演萬珠沙華 他說事業上有三個白樂 很感謝他們給你機會 第一個白樂給你最重要機會是誰 應該是一個語語片小生 他叫做張青 他很紅的 他有很多戲和陳寶珠拍的 後期他去了麗的 做我們戲劇組渣別 那時我都二十多歲了 可以擔一些大人戲 他給我很多機會 又給我拿過華僑日報十大明星 給我很多戲演悲場 可惜現在他的片 好像說麗的軍事 就不知是燒了什麼 所以沒有留下來 他給我很多 在那個時候 我的狀態也很好 還有他們的當家花彈之一 他真是我恩師 和我的白樂 所以他早幾年 在美國離開了我們 我沒有一次去美國 在羅省 我一定是去拜他的 是我很掛念 很難過的 我有拍《惡如淚》 這部戲也很多人看過 《碗花洗劍錄》 這兩部戲都是張國榮 第一套時裝 他做我的兒子 當時我長大了 他幾歲 《碗花洗劍錄》 他有份做古裝 也是第一套 兩套跟我合作過 是結婚的 我是出來做 因為當時我真的 結婚之後 我不是太開心 所以我很想出來 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但是我當時的情勢 我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太好 其實我也覺得 我幾失敗 十月初五的《萬珠沙華》 觀眾認為是你的代表作 很深刻印象 當年你是怎樣揣摩 演繹這個角色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揣摩 因為真的沒有前面有一個人 演了我去做 我都是用真情流露地去做 這個角色 她是一個都幾霸道的女人 她有很多口頭善 都是現在被人經常 都津津樂道地提起 事實的編劇陳寶華 她是一個很出色的編劇家 所以這部戲 整部戲出來 除了我的角色之外 其他很多角色都演得很好 譬如現在 人們津津樂道的對白 就是說 我《萬珠沙華》就是最講道理 當時你怎樣去演繹這些對白 是啊 我最講道理 我沒有刻意去 用這個對白去刻意這樣說 因為是由你的心情 或者是我的兒女 或者是你的手下 或者是一些場合 我要表現我自己是高高在上 又不肯認輸 那就真情流露地說出來 我不會刻意去 為這個對白去特別去刻意 去演繹它出來 不用練習很多次 沒有啊 我不會 如果這樣就變得很硬 還有你如果要練很多次 除非那個是法文 英文 不知道什麼是文 你就要練很多次 你怕說得不準 但是你 到戲 你的感情去到那裡 你就自然會講對白出來 別人觀眾看到 他會有同感 那這套劇有沒有什麼場後 特別難忘 有些特別事發生 我因為我是個基督徒 因為它裏面就很多 都不是很多場 有些是要在廟去拜佛 那些東西 那我就有少少壓力 第二個白浪 就是黃維基 他對你怎樣扶持理髮 黃維基就是我在TVB 最不得意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 當然人工每個都很低 而且我沒有什麼發揮 黃維基先生很好 他約我出來 第一他給我很高的人工 而且他答應給我很多戲 因為他請了很多TVB 過去的好的編劇 可以為我們量身 還有他的人是一個很熱血的 當時他真的幫助我們很多 台前幕後的人 有很多演出的機會 還有在這行裡面 是多一個出路 他真的是 我們入過黃維基公司的 所有台前幕後的人 沒有一個是不讚他 那你第三個白浪呢 第三個白浪 應該是梁家樹先生 因為我以前跟他不太熟 這套《家族的名謠》 很感謝TVB 他那邊的導演 叫做洪金潑 他波哥 他就在梁家樹先生 說 找來做這個角色 那梁家樹先生 他也很同意 他都說我做得很對 不過我不知道會不會做 因為我已經是半退休了 還有那時候的新聞 就說我 不是說我事實 我是跌倒了頭 那我入院十幾天了 出來 我還有很多瘀血在後面 那他們說 哎呀 會不會 未好回來 因為要去深圳拍幾個月 那他說 會不會 short short的 那麁拿姐會不會 short short的 變成了 那幸好我 休職了整個月 就沒事了 還有很感謝梁家樹先生 他這套戲 真是給我一齡好戲 是想不到現在 那麽多人注意 那麽多人看 還有我的角色 是很重 還有出到來 大家都好像眼前一兩 那樣 可能我不是演很多 這類的戲 那麽我最感激他 就是我是一個基督徒 因爲戲裏面 我是要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 因爲是一個大屋 那麽變成我一個房間 是去供奉一些神靈那些東西 那麽我又跟他提出 我說我不可以跪拜 我說我可以借位 我可以跪 他是幫我 他幫我 找了體身去拍 那麽真是 我是很感動 還有他預備了衣服 還有頭髮跟我一樣 找個臨機去做 代替我去跪拜 那變了我是 我是舒服 還有我是覺得 我基督徒應該是這樣做 你這個頭髮是真頭髮 是呀 我這個真頭髮 那麽要跳很多個鐘頭 我自己整天都去票的 那我票到他白白的金金的色 平日我都是這樣用這個頭 那這套戲就很辛苦了 因爲那個髮型剪得很短 和它的剪定很美 那我差不多是 兩個星期 我就要去染和剪 所以是剪得很密的 如果不然就全都隔出來 還有他們很好 有些專業的髮型師跟長 還有我去他們 找到一些髮廊去染頭髮 變了有時候我很累 拍戲收工回去 要去染頭髮染成四五個小時 所以差不多不要超過兩星期 我就要去做一次 為了髮型 你在我們圈中 已經是很潮的媽媽婆婆 保持得很健康 你的秘訣是怎樣 我沒有什麼秘訣 我都很拆得 吃東西我都吃很多 我喜歡運動 現在是不能跳舞 那我就跑步 在我樓下海邊跑步 皮膚 皮膚我又沒有吃什麼燕窩 人物沒有吃燕窩 我又吃那些叫什麼 雪雨 都喝多些滋潤的湯水 湯水很重要 由陳曼娜 由少女選美 談到現在做媽媽婆婆 雖然她經常說自己不懂說話 但她的記憶力很好 好佩服她70歲 仍然有保持開心 追上時代的方法 見到她積極拍劇工作 又有時間陪在香港的孫女 工作和私人時間分配得很好 值得很多年長的朋友學習 最後想問她 假如她有機會 約人見面聊天 她最想約誰呢 當然是我的孫女 我說我是外國的孫女 因為封關 回來要21天 如果她離任 因為她很小 她只有兩歲 坐飛機 或者回到香港 這些空氣 或者要她走一滴滴 是不太好 我是很想快點通關 快點去見我的孫女 我待會兒 我看見你 在日本的工藤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早送你 我發現她